第702节 客观的科学与一个有爱心的科技 意识次元子粒子及电子的自旋 1974年6月10日星期一晚上9点19分 上星期二下午 珍和我接受一个纽约市电视台的访问 而他们也留下来照了那天晚上 珍ESP般的上课情形 塞斯在课间透了过来 而显出了他最快活及最严肃的一面 珍也唱了苏玛丽的歌 自从1970年塞斯资料出版后 珍偶尔在电视及广播上提塞斯说话 反应非常好 但因为工作的压力 以及我们自己对于个人出名的保守态度 使我们放弃许多这种机会 你们的利用仪器 以及你们把仪器当作研究实相 更大本质之工具的先入之间 终究会教给你们一个重要的教训 只有在丈量它们本身存在其中的实相层面时 仪器才有用 就是如此 可以说仪器帮助你以水平的方式去诠释宇宙 但在研究那宇宙之内 及之后更深的实相时 那些仪器不但无用 而且会误导 不过我并不是说仪器是无用的 只不过指出其所涉及的天生局限性罢了 所谓的客观性科学给了你一个画面 一个模型 那以它自己的方式是蛮有用的 好比说 使你们能履行到月球 并且在一个你们暂时智力的科技上 有所进展 然而 在如目前存在的客观性科学架构里 甚至科技也会碰壁 即使作为一个方法 客观性科学也只暂时有用 因为它会经常撞上更深的内在实相 而只因它的方法与态度 它必须把内在实相丢在一边 而加以忽略 举例来说 没有单独一个客观性科学或精彩的科技 能够维系住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那个人已经决定离开血肉之躯 或在日常生活里找不到快乐了 再说一次 一个有爱心的科技 永远会增益经验在品质上 及灵性上的加深 而存在的内在秩序 会与真正的科学同行 真正的科学家 并不害怕去以它选择研究的实相认同 它明白只有那样 它才敢开始去了解其本质 有许多非官方的科学家 在那方面来说 是真正的科学家 并不为这个时代所知 他们有许多以外在的说法来说 是十分平凡的人 并且有着其他的职业 然而 较伟大的发现 常常是由业余者所做的 这并非意外 因为那些业余者 比较不受制于官方的教条 在一个既定领域 也不受向前进的压力 因此 他们的创造力 自由而自然地 流入他们自然感兴趣的区域 在没有与土地 地球及季节认同的情形下 所有你们的科技 都不会帮助你们了解大地 或有效地利用大地 更别说充分地利用大地了 在没有与整个人类认同的情形下 没有科技能救人类 除非人自己言语 和他共享这世界的 其他种类生命认同 否则再也没有任何科技 能帮助他了解他的经验了 我是以非常实际的说法来说的 精巧的小机器 最终并不能教你有关 你自己意识幅度一丁点 甚至当你用它们 好比说生物回馈 来获知意识的改变时 你是在给你自己设定城市 而从你自己走开 只有当这些小机器显示给你们看 这种改变天生是可能的时候 它们才有用 否则的话 以你们对应用科技之概念 那些小机器就会成了主角 而操纵的想法会被强调 换句话说 除非在客观性科学背后的想法 被改变了 否则的话 机械制造的意识改变状态 几乎一定会被用来操纵 而非释放意识 在这儿 我并非在做一个预言 而只是指出存在着一个可能性 在你们的行星上 曾有过与你们一样了解 行星的运行 及星辰的位置的文明 它们甚至还预言了 后来的地球改变 却没有你们这种科技 它们利用的是一种精神性物理 在你们之前 就有人旅行到月球去 而带回同样科学的与恰当的资料 也有人远教你们了解你们太阳系的起源 有些这种文明并不需要太空船 反之 那些受过高度训练的人 综合了梦艺术科学家 及精神性物理学家的能力 再不只是经过时间 并且经过空间的旅行中合作 有些古老的地图 是由200里或更高的上空化的 这些是在由这种旅游返回时精心制作的 也有原子与分子的素描 是由受过训练的人 在学习了与此种现象认同的艺术之后 所画的 在许多古物店里的档案 藏着一些具重要性的东西 那是没被你们认出来的 因为你们没想到其适当的关联性 而在有些情形 你们则还没进步到足以了解那资料 可是你们自己的科学之特殊动力与方向 一直是直接的相反于这种内在科学之发展 以至于至今在那个方向上 所踩的每一步多少都会把你带的 离另一个方向越来越远了 然而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对知识的欲望上 所以即使在最分歧的路途上 也有交汇点 而你们就正在这样的一个交汇点上 你们自己的科学 曾把你们领到它和逻辑的结论上 但那是不够的 而有些人则怀疑其方法及态度 有一个天生的不利之处 可以说 物理学家们正越过他们自己 到了那些甚至他们自己的仪器 也无法追随 而所有的规则都不适用的地方 甚至先知爱因斯坦也没领得他们够远 当你从一个石像站开时 你最多只能画下它的图表而已 你不会了解它活生生的心或其本质 举例来说 电子的行为会逃过你们的科技知识 因为以最深的说法 你们所觉知的东西将是一个外观 一个表面或幻象 到此为止 在游戏规则之内 你们一直能令你们关于电子的事实适用 不过去追随电子多次元的活动 则是另一回事了 而老实说 你需要的是一个更快的方法 石像的蓝图 藏在甚至电子的活动之下 只要你以次元子粒子去想的话 基本上你就误入歧途了 或甚至当你以波来想也一样 当然相互关联的场之概念 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然而甚至在此 你也只不过是拿一种说法 与另一种相似 而只略为不同的说法交换而已 在所有这些例子里 你都忽略了意识的实相 其顽形的组合及具体化 那么你一直在你们自己的知识之前 放了一个明确的障碍物 直到你觉知到 在任何可见或不可见的具体化背后 天生具有的意识 鲁博的词汇并非官方科学性的词汇 而为了我们的目的 它也不应该那样 因为那种词汇是有局限性的 以尽可能简单的语言 并且多少以你们的话来说 电子的自旋决定由你们观点来看的时间顺序 那么以那种说法 一个反的旋转是一个反的时间顺序 有许多是你无法观察到的 有许多是极难解释的 只因为你们的语言结构本身 就预设了某种假定 不过电子同时在许多方向旋转 这是你们不可能觉知的一个效应 而你们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理论来讨论 有一些由此而被达到 并且维持住的电磁动量 那是某种在运作 并且维持它们自己的完整至稳定性 虽然这些可能在这旋转的所有部分 并不均等 然而在那不均等之间 有其均等在 那么以你们的说法 时间正在崭新的向后旋转 就如它正崭新的 旋入未来一样的确定 而它也同时地向外及向内 旋入所有的可能性 不过在这旋转所有方向上 有不均等的冲力 然而借由集中于这旋转的某些部分 则其均等性可以被探知 小柱 真丰富而栩栩如生的梦之连续剧 仍在继续 而它也一直在做详细的记录 我在《复录十一》里谈到过它的一些梦 但重要的是真与梦相关的经验 包括了一些对它而言是新 而非常令人兴奋的神通发展 注意 再次的 我由第45节里摘录赛斯的话 任何对基本内在宇宙 那是唯一真实的宇宙 的调查必须尽量由在你们自己的扭曲之外的一个点来做 要到你们自己宇宙的外面去 你们必须向内旅行 你们所谓科学的 所谓客观的实验能永恒持续 但它们只会越来越以伪装的物质仪器 探入一个伪装的宇宙 的确 潜意识也有它自己的扭曲成分 但这些比那使你们科学实验附和不了的 成吨的扭曲性伪装大气 要容易避开得多了 主二 在1964年4月1日的第40节里 赛斯说了一些关于太空旅行 会带给我们自己文明挑战的话 就太空旅行而言 你们被所涉及的时间因素非常严重地阻碍了 以你们的说法 要到你们想去的地方得花太多时间了 因此科学家们会开始寻找更容易的方法 即使现在 他们也正被强迫去考虑 把心电感应当作是一种沟通方法的可能性 而他们会被迫越来越往这些路上走 很可能在你们本想做一个太空冒险时 结果却发现你们旅行到另一个可能性层面了 但一开始你们不会知道其不同 由20天之后的第45节里 你们目前有关扩展性宇宙的理论是错的 当你们的科学家发现你们所知的太空是一个扭曲时 而当由一个所谓的银河系 旅行到另一个是借由抛弃那伪装的物质身体而做到的时 太空旅行就会被放弃了 所谓的太空旅行之交通工具 是精神与心灵的可动性 这种可动性是以心灵性的能量转换来说的 在1925年物理学家们开始谈到电子的自旋 那是在他们开始考虑组成原子核本身的各部分之旋转的不久之后 然而这个旋转并不是电子围绕着一个核心的轨道性移动 实际上却更有一点像是非常短暂的电子的电磁场 时间逆转或粒子对称 时间与空间的相等是相对性物理及量子理论的交易 然而在我搜集有关电子自旋的资料里 却找不到对赛斯以下的概念之任何讨论 A 电子的逆转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逆转 或B 电子同时向许多方向旋转 这种与电子自旋有关的观念 也许会在物理学的著作里谈到 但对我而言是相当不熟悉的 或在我有限的了解之外的 我也确信一般而言真对他们也一无所知 反之我会说在休息之后的赛斯资料 是由他自己对时间与空间是交织的 直觉性神秘性了解生出的 感谢观看